看看指数表现,恒指升多了 上到29,300点之上 最主力三只大股 AIA继续发力,现在67元水平 腾讯392元 再加上平保 这三只加上等于市升了120点 正如恒指的升幅 短线而言,平保多看两眼 是 因为近期真的很厉害 近期,由升穿60元开始 一路上升,一路上升 AIA的招牌很好 腾讯不用说,一股晨天 但平保,杀金无尘法上 是否真的得力于金融开放 昨天内地股市 你看看平保A股 已经去到70元水平 一直是H股贵的A股 但近日A股已经发力追上来 我不知道它是否反映了利好因素 但技术上应应该是很害怕 走势很凶涌 是,升得很快 很急 今天早上有黄敏石 Michael 先跟我们分析市况 再分析几个特别勇猛的个股 早上Michael 为何市仍然在2万9300 我们数一数,差7、8点就30,000点 会否太贪心 不贪心,都是合理的评估 由年头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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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持有这段时间 或是中间有没有 步步为行 每个人都怕 我觉得由平保 今天来说可能反过来 有些资金慢慢继续 因为近期我想内银股 始终的表现来说 未那么容易 真的说踢高 如大家所预期 如果靠内地金融股 再领涨 或者指数继续向上 应该似乎是内地的保险股 因为债息的因素 或者是投资收益等等的情况 容易踢高一点 平保始终 这期其实它也走慢了 之前反而是同组的股份 譬如泰保 中国太平 或者国寿 反而跑前过它 我想现在好像一个轮动 其实它做好一点点 但是它是有条件的 始终它 第一 其实它也不应该当内险股 其实它是综合的金融股份 第二 它本身也有 FinTech的概念 金融科技那样东西 以及分刹入金锁的情况 即是它再走强 或者再走前几步的股价 我又不觉得很惨疑 它始终应该是 最早类里最领涨 最好那一只 应该是有条件 它便可以领涨 那市场又如何 晓尔说上升轨很漂亮 每天不是升很多 升少少 这一刻可以这样升 其实都得力于北水 虽然我们千一亿成交 北水今年以来最多 沪深股通合共有五十一亿资金 南下 五十亿亿相对千一亿 其实很少 但意义更大 都是它们开通以来最多 内地投资者眼光都看到 二万九千点 它们都继续闪下来 觉得它是值得买的 是否现在市场再 所谓的企业盈利预测 重股继续发酵 我觉得也是 有很多股份来说 其实盈利周期第一未见顶 只不过现在才刚开始 踏了几步 尤其是很多中资股份来说 都很明显 当然很多股价有机会先走 或者走快了 但如果看看实数来说 其实都是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始终经济好 企业盈利好的时候 虽然有缩表 或者内地方面一些改革的东西 但从基本面 又不应该是这样压制 或者限制投资在股份的比例比重 所以这也是有正面的因素推动 所以如果你说指数 我都觉得这期 其实是700点700点上 上市那一阵的长方形方向 当作很简单的计算 是28001至28008 700点当一格 是的 这一格是29500 但大家也很相信 不要算是否算年底 作为一个这么短的关架 但这个浪的浪顶 继续推进来说 应该是一定是破30%流上的 只不过有时我们真的要做功课 或者留意着北水有后 现在也是一个研究分析 或者本身的基本面 究竟哪些股份大上去 但是如果量度的升幅 或者如果你看恒指 现在的预测市盈率 仍然是13倍 14倍以下 14倍以下 其实也不算特别贵 但不要忘记 成份股是不断调整 譬如最近加入 是的 那又不让它拉高 P 会有机会拉高 当然这个拉高 不一定是代表估值贵 但是因为它本身 好像信羽或者瑞昇 他们现在做的业务面 都是高增长的 高增长推动股价 或者整体股价向上 应该是在未来PE 应该是在未来PE 昨天我们看到恒指贵件发挥威力 未正式生效 但几只相关股份 滴出、滴入 都是跟随升和跌 今早就轮到MSCI指数有变动 刚才我说八只加入 但同时也剔走几只 包括中煤能源 中煤电力 和中石化、链化 这个威力 是否及得像恒指贵件那麽大 细数长流一点 因为第一 本身数目多 以及它的基础 都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就一堆 但MSCI 就是MSCI中国指数 反而是很多外国的基金 都是采纳的 因为反而国企来说 他们会略嫌 可能有几只大的占比比较上重 所以加入了 其实都可以值得留意望望 起码叫做 进入了指数成分的关卡 有哪些来说 可能之前被忽略估值落后 可能都成为一个短期的吹发势 好 大家就要有点时间去等等 有可能给你搜索了一点 好 再看看今早的试试 升过百点 现在升幅轻轻收窄一些 这都是因为AIA和腾讯的升幅 又轻轻收窄一些 怎看这两只股份 刚才我们说的 屏保 都是其中一只贡献指数的表现 腾讯明天出业绩 郑云刚才有问 现在的策略应该是怎么好 因为星期四又轮到它的新股 亦因为上市 是否会否令市况 会顶住 顶住一定会的 但如果 刚才我想上一次回答 就回答 如果真是很重货 反而业绩之前涨高了 我覺得可能略為減一減亦都不以為過 就是做一個相應的策略去做 但始終你說一個叫號碼 現在騰訊都是 很多基金來說 都是說騰訊和阿里巴巴 現在都是這兩隻主打 是他們組合核心的持有項目 在這方面 看好的前景或角色都是不言而語 那他的旗下的譯音又如何呢 這個部署 因為這就是 反正一點 是的 由粵民開始的氣勢 以至到昨天的雷蛇 會否因為他們不是騰訊的概念股 所以沒有升得那麼嚴重 還是新股浪已經開始燒至尾 我覺得氣氛仍然不錯 但亦可以說 譬如昨天雷蛇 證明投資者來說 也不會太盲目 看上他們的貨源或質素 說不會是否都跌倒低位就衝去買 覺得股值衝高了合理的 都是可能會選擇 還有預期跟著還有新股 不是完全沒有選擇 至於譯音 我想取態 其實應該未必很像粵民那麼爆 但亦未必像雷蛇那麼投機 介護中間的位置 但如果說到業務面 始終他的獨特性 都不是那麼及得 現在很多汽車的經銷商 或者他們本身都是做汽車金融的業務 反而市場上升了之後 當然是有騰訊做他的親戚 但是爆上升了之後 可能持續性的推動 未必那麼持久 橫行的機會反而比較多 未必像雷蛇那麼跌 亦都好像粵民那樣爆升 機會也比較微 所以我會介乎他們中間 如果有三隻我做過比較 跟 apare面相互 wound 有雷蛇那麼高